歡迎十八歲的 齊齊 哈囉,大家好,我是齊齊 你堅持要當姚財影就對了 沒錯 志賢大哥,怎麼樣 你那個臉 疑惑到現在 你看了你的照片沒有 好帥哦 這是我嗎,天啊 他剛才幹嘛 你還好吧,齊齊 怎麼樣 你可以的,你看到沒有 你可以的 其實還滿好 還滿想跟他在一起的 沒有,還不錯耶 很帥啊 還不錯耶 那個走開啦 這個不錯哦 哪一個走開 你說這個走開啊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這個我現在就贏他了啊 對不對 走開 我能夠理解表姐的那種心情 當剛剛那個照片揭開的時候 其實我的眼眶應該跟表姐 也是同時就紅了 可是我在另外一個角度上面 我又覺得 我很佩服齊齊 這麼勇敢的去表現她自己 因為有時候在我們這樣子 很傳統的社會裡面 是很容易受到異樣眼光 去指責她的 可是我覺得 要勇敢去做自己 也是一件滿重要的事 所以我覺得 在精神層面上 我是支持你的 謝謝 那怡蓉呢 你覺得這樣的很長 你現在穿女裝很像女生 然後半男生又很像男生 就是我覺得 你都可以平常上街 就是一、三五、二、四六 不一樣的感覺 你這個體力不錯 那我會精神分裂吧 對啊 搞不好就到最後慢慢的 你就漸漸喜歡上男裝的感覺 或者是怎麼樣不一定 可是我覺得 就像周蕙姐講的 真的勇敢做自己最好 你曾經在譬如說人生當中 你有沒有遇過 你覺得最難過 人家對你做什麼事情 有些男同學也可能會覺得說 會覺得我髒髒的 他是可能覺得 我的性別髒 我的人髒 所以他不喜歡跟我有近距離的接觸 會罵你嗎 那是一定的 我習慣了 你為什麼講 他講那個遭遇 講那個過程 你又哭 你哭什麼 不是因為 琪琪他爸爸很早就過世了 所以 那我的親媽媽 約生了三個兒子要 要同... 就是一個女人要帶三個兒子 很不容易 然後他要特別的有問題 就是你看他這樣 就特別特別 讓他媽媽擔心這樣 對啊 你媽媽開導過你沒有 或者你媽媽就心難接受你的改變 目前其實 嚴格來說還是正在革命中 還在革命 現在已經就是 已經日趨於明朗這樣子 想管他了啦 因為他已經就是這樣了 其實我會就是還... 還讓我自己就是可能 有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媽 因為他就是很希望 我不要那麼快的 就是被我的另外一個自己 你公憲 你知道嗎 希望你還能夠找到陽剛的感受 對 因為他覺得他生的是三個兒子 不是兩個兒子 一個女兒 那你送給你媽媽最好的生日禮物 就是這個 真的... 好不好 他看到他一定開心死了 那我有些話想講可以嗎 你要對媽媽 都講這麼多了會阻止你嗎 沒有 你要不要跟媽媽講一下 隨便 來 沒有 我其實我是想要說就是 其實在這一路上 當然我的路可能沒有經歷得很長 可是我想說的就是 很多人會給我們做很多的定位 會去歸納 會去分類說 很多專有名詞 你知道你是哪一種人 你是哪一種人這樣子 可是這也是為什麼我今天要 接受製作單位的邀請 來拍這樣的照片 因為我要說的是 這樣是我 這樣也是我 我很不想讓自己受限 我不設限 然後我也試著不受限 就是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都可以很有夢想 然後只要可以努力 夢想就會有實現的一天 謝謝大家 加油 加油 為了拍出帥氣的 型男照 姐姐換上了人生第一套西裝 而拍照的過程 也就此展開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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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 眼睛不要兇 好 頭高一點 頭高一點 不要瞪子 要有神就好 對 大家就好棒 你要拍頭挺胸 你知道嗎 好累喔 當然是 眼神要銳利 拍頭挺胸 不移的事項真的太多了 我想要拍一張 你看我有沒有拍一張 安傑跟妳那頭一樣 對啊 不早有給我來個提示 有沒有 你要去補個唇蜜蜜 請助全力的工作團隊 聽到琪琪竟然要去補上唇蜜 真是一大打擊啊 看來這條改造之路 相比是非常的顛簸 而換上另一種感覺的 時尚男裝 琪琪竟然要挑戰男性 坐姿拍攝帥照喔 要掉到低一點 可以 妳看錯了 可以 再一下 來 上 好 換妳 換妳的面而已 你要刻意 用妳眼睛一點 等一下要刻意 你要再憤怒一點 來 回拉一點 來 回拉一點 我不行了 看可以 看可以 表情 妳剛剛表情有 他笑表情要兇很 兇很兇很兇很 我覺得我很兇很難 已經欠了我八百萬 不知道我們剛剛從五百 現在已經八百 I can't do this 有嗎 夠憤怒一點 有嗎 還是 我把他癢 把他最愛的洋裝 丟到地上採集一下 看他會不會掉 夠了 很夠 我綁下眼睛 人家再憤怒一點 沒關係 不是 不是 在工作團隊 無所不用奇蹟的引導下 琪琪似乎也漸乳家境 抓住了那份屬於男人的狠徑 拍下的另一張帥照 此時帥氣的琪琪 也提出了另一項請求 拜託你讓我留下最美的照片 我想要拍一個這種很可愛 很性感 都可以喔 好 拜託 我們都會 拜託啦 拜託… 拜託 妳都現在已經很穩了耶 沒關係 我跟你講我女子 唉呀 挨不住琪琪的那一工 工作團隊將為她留下 另一張美照啦 我可以拍妳照了 我可以拍妳照了 喜悅之情溢於眼表 琪琪馬上在化妝師的橋手下 打造一雙迷人的電眼 以及性感的風唇 頓時間幻化成為可愛甜心的琪琪 連走幾路來都夾著一股 魅惑十足的女人味 也成功地拍下這張性感的美照啦 一張照片 蘸藏著一位母親最真實的愛 我想把這張照片 送給我在天國的兒子 四月一號 雨人節那一天 她跟我開了一個玩笑 從那一天開始 她就沒有再回來 兩年前 失去愛子的莊媽媽 為了幫兒子一緣未完成的夢 忍住傷痛付出一切 究竟是什麼樣的真實故事 讓全場為之動容 一個真情流落的感人故事 即將打開心扉 第一名 第三位我相信各位一定會非常有感覺 因為他有一個非常難忘的故事 非常... 你介紹 這位媽媽呢 我覺得滿特別的 她有一些故事呢 我覺得也不輸第二位來得精彩 衛生紙先幫我準備好 我相信我可能會受不了 先歡迎我們的 何必兒 莊媽媽出場 來 莊媽媽 何必兒小姐 歡迎莊媽媽 45歲 158公分 49公斤 莊媽媽妳好 妳好 媽媽好漂亮喔 媽媽今年45歲 身高158公分 體重49公斤 45歲事實上看不太出來 大概35最多 37 8最多 她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 是自己報名的對不對 對啊 自己報名 妳是打電話來 我打電話 打電話 對 微安接的 對 因為她這故事 我們一定要看這精彩的VCR 因為我們整個製作團隊呢 自己很用心的製作了這一段VCR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 請看 明星開賣了 那自從開放素人美照單元以來 受到相當廣大的迴響 不少觀眾紛紛來電主動報名 也希望能為自己留下 生命中最美的一張照片 想要報名的觀眾都有不同的原因 唯獨她的理由 讓製作單位難以忘懷 妳好 我想要報名 開賣了 我可以啊 歡迎大家報名 那請問小姐妳要做錯嗎 我姓何 可是不好意思 我今年已經45歲了 不曉得可不可以報名 喔 45歲了喔 那妳怎麼會想要來報名 我想把這張照片 送給我在天國的兒子 三年前的某天傍晚 四十二歲的莊媽媽 與剛下課的兒子志淵 兩人一如往常地 分享著學校的點點滴滴 突然兒子志淵開口了 說了這麼一個要求 媽媽 今年暑假 我想 我想一刺青耶 刺青喔 嗯 我是不反對了 不過 如果你要去刺的話 我跟你一起去刺 真的嗎 真的 你也敢刺喔 好啊 那我們一起去刺喔 好 一定喔 一定 今年暑假我們一起刺青喔 說好的喔 好 爸爸我最愛你 聽到年僅十八歲的兒子想刺青 莊媽媽不但沒有反對 反而還與她約好了 要落下這個屬於兩人親情的封印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 老天爺開了莊媽媽 一個非常大的玩笑 喂 請問是莊媽媽嗎 是 我是 你是 我是志淵學校的教官 志淵現在車禍受受傷 在醫院治救 什麼 你說志淵出車禍 有什麼危險 四月一號 愚人節那一天 她跟我開了一個玩笑 從那一天開始 她就沒有再回來 她就沒有再回來 我會打開她的衣櫥 然後把她的衣服 拿起來聞 我很怕那個味道不見 所以我就很用力聞 很用力地聞 一個擁有陽光燦爛笑容的大男生 一個愛嗓嬌的孝順兒子 一個每天陪媽媽談天說地的秘密小情人 而說好要一起完成的約定 莊媽媽始終沒有忘記 一定喔 今天暑假我們有一件事情喔 說好的喔 兩年後莊媽媽終於鼓起勇氣 在身上留下了這個印記 完成了兩年前未完成的約定 原來兒子無法達成的夢 So many nights I'd sit by my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 To sing me his song So many dreams I kept deep inside me Alone in the dark But now you've come along And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You light up my days And fill my nights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song Rolling at sea I drift on the waters Could it be Finally I'm turning for home And finally a chance To s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Never again To be all alone Love you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Your life 這個刺青是當初 和志願約定好的 那一年的暑假 我和他要一起去刺的 可是這個刺青 一直到去年 我才去把它完成 那當初想要刺蝴蝶 是因為蝴蝶的生命是非常短暫 而且它可以在這麼短暫的生命裡頭 活得很精彩而且很豐富 那我也希望我未來的人生 跟這隻蝴蝶一樣 是很積極很勇敢 Feel my life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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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The sun The sun The sun You light my days 好的 是的 因為這個VCR是拍得很仔細 我們還是必須請莊媽媽 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一天真的是滿突然的對不對 兒子走的那一天 對啊 因為那一天是愚人節 所以我們接到電話的時候 一直以為是被惡作劇 我們要到醫院的那一刻 我都覺得那個人一定是跟我兒子 同名同姓 一定不是我兒子 刺青這件事情 妳是事發過多久才 差不多一年多 過了一年多的時間 這隻蝴蝶可以展示給大家看一下嗎 來 給媽媽拍拍手好不好 他這個很堅強 這隻蝴蝶 蝴蝶他當然有講到 就是希望他可以在生命當中 多采多姿這樣 對… 今天為什麼會是要 能夠來到這個現場呢 我想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告訴大家他站起來 他要告訴他所有關心他的親朋好友 讓大家知道他站起來 因為 志淵這個事情發生之後呢 他自己消沉了很長的時間 我想你消沉了這麼長的時間 你老公應該也是最擔心的 對 所以我也是希望說 做個好榜樣給他看 剛剛看了這個故事之後呢 小燕已經 一定對他的勇氣 對他這樣的一份 超級世界大的摩愛 一定感到非常非常的心疼 這照片後面的故事 我相信是讓大家非常感同身受的 天下父母心 我們要一起來看這個照片 那在看照片之前啊 妳之前打扮 在兒子心目中是怎麼樣子 我都穿得很休閒 大部分時間都是穿牛仔褲跟T恤 都沒有這樣子過 不可能像今天這麼慎重啊 對不對 從來沒有穿過 我從來沒有這麼穿過 那這個照片就太期待了 那你會不會擔心在照片拍完 送給你兒子 他看不出來呢 他認不出來他是他媽媽 他會認得這隻蝴蝶 他... 所以你吃了蝴蝶有讓你兒子知道 他知道 因為生命啊 其實就像破繭而出的蝴蝶 那... 因為我們人其實是滿困難的 然後在軀殼裡面 在像毛毛蟲一樣 那一旦變蝴蝶以後 開始奔放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面對死亡 你不知道他是漂亮 他是美麗的嗎 來 看看他媽媽 浴火重生之後的畫面 好不好 來 媽媽 你就在他那個位置 準備 看好喔 還沒看過嗎 沒有看過 45歲的莊媽媽 為了志淵拍出來這一張 告訴志淵她真的站起來的照片 現場的朋友 1 2 3 1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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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針對 你背上了蝴蝶 然後拍出 這樣的性感的照片 喜歡嗎 好性感哦 你覺得兒子看到 他會有什麼反應 你最了解他 他會說媽媽你好辣 很猛 不會 不會 媽媽這個尺度很大耶 年輕的時候有這樣子狂野過嗎 沒有耶 其實... 其實我很多的所作所為 都是在他走了以後 我變得自己很有勇氣 可以嘗試每一件事物這樣 所以他走以後 反而帶給你很大的人生的氣發 對 你必須活在當下 對 活在當下 這張照片拍得怎麼樣 周慧 我覺得其實我們人生當中 本來就是會遇到很多 你不可預測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媽媽今天 已經決定要走出來 其實她已經有那樣子的念頭 她知道她應該要重新開始 要站起來 而且她做的所有事情 她的出發點都是愛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好 盛鋒老師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你一直在壓抑自己 不知道 我會試著讓自己不要掉眼淚 我覺得很佩服媽媽 就是決定要放下那個不愉快的事情 然後想要找了... 重新找了一個新的自我 我覺得這一次看到這個照片 最高興最高興看到媽媽站起來的人 應該是子緣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 我覺得他是最擔心你的人 然後他可能就是默默的在 某一個地方看著你 然後看著你難過、看你悲傷 但是當他就是看到你去刺青 然後又去拍這個照片 我相信他會很開心 然後覺得就是他可以放下心來 就是可以不用再擔心你了 士賢大哥 來,士賢 我覺得何媽媽走出來 你兒子一定非常開心 然後我剛剛看到你非常... 這隻蝴蝶 那我也相信如果有來勢的話 他一定會找到這隻蝴蝶 謝謝 給媽媽的勇氣鼓勵鼓勵 媽媽,今天... 光今天你站出來啊 你其實鼓勵到電視機前面很多朋友 現在可能正在面臨... 可能生離死別 但在生命當中 尤其現在面對生命 是很難上的 人生最難上的一個課題的時候 我們要有盼望 那個盼望就是 我們未來一定還會再相見 你也相信這一點對不對 對,我相信 你相信你兒子到時候見面 你最想跟他講什麼 我最想跟他講說 謝謝... 謝謝他讓媽媽變得那麼勇敢 然後我真的很愛很愛他 當然 是 再次歡迎其他參賽者出來好不好 來 歡迎琪琪 歡迎大家 大元 謝謝 鄉親之下 這一段特別可以感受到 人世間自情自性的感受 這種父愛母愛的感受 親情的牽絆 親情永遠是大家最難以割捨的 今天只能選出一張照片讓他帶走 那個還要… 那怎麼比較呢 大元不要再哭了 我已經壓了很久了 你不要再哭了 你自己也很感動是不是 你不想要照片 你想要覺得 直接媽媽拿走是不是 你說你不想要照片啊 不想要啦 那你呢,你想不想 我覺得照片好好看 你真是覺得 沒人信 你真是沒人信 不是,我覺得就像那個 周蕙姐講的一樣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碰到 生離死別的時候 只是我們怎麼重新站起來嘛 對啊 那他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是很勇敢的 然後因為 這是呈現在大眾面前啦 對啊,他 意思是... 好啦,讓給你啦,算了 他撐不住了 慢了 我們這個單元沒有說讓來讓去的 還是要評審決定 當然每個人都想把照片帶回家 只有一張可以 五位評審麻煩你們辛苦一點 現在請討論出 今天能夠把照片帶回家的人 是誰 自我突破的大園 不受色陷的奇奇 破肩而出的莊媽媽 誰能順利帶走照片呢 其實三張照片啊 背後都有一個親情的故事 但是我們覺得就是 最需要得到這張照片 能夠代表他的就是莊媽媽 恭喜莊媽媽 恭喜莊媽媽 謝謝 謝謝 這樣照片別送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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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希望所有電視前面 有故事的朋友 儘管報名 讓我們援你的夢 讓我們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夢想 把它拍成一張張動人的照片 好不好 再次謝謝我們今天五位 精采的評審 謝謝我們今天參賽者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現場所有的來賓 謝謝 你從沒看過的鬼鬼與小蜜桃 大膽熱舞火辣現身辣 火辣碧陽師大戰帥哥天團火爆激戰開打了 謝謝 謝謝 太棒了 這個有名的嘗 他是一個邋遢無比的超級宅男 紅頭垢面 骯髒自己的超級宅男 沒想到竟然也能變身為 俊俏帥哥哦 好的玩了 好 好 帥不帥 帥 帥的 帥的 這什麼姿勢啊 好飛哦 他是個不修蝙蝠的超級扶女 不愛打扮 極度放縱的駭人扶女 竟然奇蹟式的變身為 超惹火辣妹啦 怎麼這樣啊 帥哥 帥哥 我的天啊 好 太好了 媽呀 哇塞 你請凱美娜讓你化腐朽為神奇